只要有蟹柳真的是做啥都好吃 加入鸡蛋的蟹柳搅拌均匀 中小火像我这样厂子往中心推 减刀半凝固的状态 后吐司加上生菜、芝士 再把蟹柳滑蛋放进去 来点沙拉酱 第二道 蟹柳加入屏幕上食材和调料 搅拌均匀 糊在泡个水的充电皮上 上下左右折叠包起来 表面刷点蛋黄液 撒上黑芝麻 倒下预了180度烤15分钟 第三道 先来调个面糊 鸡蛋、淀粉、黑胡椒 搅拌着没有颗粒 完整的馅料放进去均匀的裹上 下锅炸的时候要注意 油温要高一点 让蟹柳板快速地脱水成型 第四道 把蟹柳板完全展开 大约3厘米筐撕成小条 加点橄榄油 辣椒面 抓拌均匀 直接都进空气炸锅里开炸 切入半薯片就做好了 特别的酥脆 这两道比较适合当小零食 追剧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 蟹柳华蛋无比的嫩滑 还有一道巨拉酥会拉丝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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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